一定就是在減薪了是怎樣 因為現在就是一家獨大 他們合併我只能講一定會再砍的 語氣中慢慢無奈 疫情過後外送收入不比以前 14號Uber Eats也震撼宣布 併購熟貓台灣外送事業 外送員似乎不意外 少數樂觀面對 現在的單量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多了 合併之後就可能變成會跨縣市跑了 還有熟貓外送員在社團說 不用再送上樓本身 兩家都有加入接單上更方便 而實際詢問兩家外送員月收計算 全職每天跑滿12小時 沒有休息日的狀況下 熟貓透露一個月能賺盡7.8萬 Uber Eats少一些月6.2萬 月收8天的話 兩家外送員月收就差不多了 落在4.5萬至4.8萬左右 所以我們當然會擔心 如果併購的話 會不會砍得更嚴重 尤其Uber Eats限制多 必須真人影像辨別 過去曾有人沒有注意到遭停權 或者跨新別者 可能會無法申請 而根據統計 截至今年3月 注冊加入熟貓 7.3萬名 Uber Eats高達10萬多人 扣除兩家都有加入的 全台總計15萬名外送員 然後你這個粉紅色衣服就要換了 粉紅色對啊沒錯啊 並購是事實 也只能接受 但身上的配備 包含品牌保溫箱 上衣安全帽 未來只能收起來 拿起來追憶 TVB新聞 楊慶坡 王新唐 王思醜 張慧仙 台北採訪報導